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出席的委员以及我们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张部长还有我们的黄仁市长还有蔡主委 张部长还有黄仁市长还有蔡主委 各位早 今天很高兴办这样的一个审查会 因为真理越变越明 当我们真的要进入到实体的法律的修改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整个一个年终未问金的一个荒谬性就跑出来了 刚刚依照我们这个全续部部长张部长您的报告里面 您的分析呢非常清楚的点出了年终未问金呢 他的一个性质既不属于退休给予 也不属于这个福利的金额 那请问我们部长年终未问金到底是什么 他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年终未问金实际上我跟游文报告 实际上就说这行政院从六十一年开始 他在整个政府财政状况之下 就对于就退休人员到年终那么是他所发给的 所以是一个红包嘛 对不对 一个大红包嘛 因为政府财政那时候非常好 所以给的红包嘛 所以他不是在我们公务员退休法里面所规范的范围之类的 OK 所以不是退休法里面规范的 所以他也不是算 好那我们请问一下蔡主委 他是不是应该是属于公务员的福利保障的范围 他应该属于福利的范围的一部分 应该属于福利范围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不能够定在保障法里面呢 保障法里面没有定到福利事项 那么各位看那个保障法 当然薛林委员跟李同华委员准备把这个福利定在保障法第二条的凤起后面加一个福利 那么这一点如果是可以定在这边的话 当然保障法可以就这个有福利的争议的部分做保障 它是一个救济法 那么但是福利还是必须要有实体的主管的机关来办 所以我们是赞成有一个专法 那么一个福利的专法 那么有主管的机关 那我们救这个机关里面应该发生的正义事项 我们可以来救济 我们保障法是可以可以同意这样做 那你所谓的福利是指什么福利 因为好那我请教公务人员的福利规定在什么法 目前福利规定没有善建于各个地方 善建于各个地方 你福利的部分是属于人事行政总处的 好那我们陈黄学院市长 那个跟委员报告 分别有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在我们全序部组织法第六条第四款 就是他的退辅师 他的福利事项 他定在组织法 另外一个就是人事行政总处里面 他的那个组织法里面 有 为什么福利事项是定在组织法里面 组织法是一个 福利应该是一个作用法 怎么会是在组织法 规定他的执掌项目 执掌项目 没有我现在讲的是说 好人民的这个所谓公教人员 他的福利应该要规定在什么法里面 怎么会组织法不可能啊 所以他是定这个组织 定他的执掌项目 然后根据他的执掌项目 才去衍生后面的这个工作 人民就今天我的福利 那今天的给予 当然就是说 是应该有法制化嘛 对不对 应该你根据什么法 因为牵涉到国家的预算的支出 他应该要有法律 当然大法官会解释说 好 如果他是属于这个行政给予的话 他应该比较宽的密度 他规范密度 对 但是呢 对于所谓的牵涉到公共利益 那今天是牵涉到整个上 这个几亿的 这个钱 两百亿的钱的支出 这是牵涉到整个一个国家公共利益的 所以他当然是要法制化 那您刚刚讲的是说 公务人员的福利 都没有任何的法的规范 只有在组织法里面 只有说 我政府今天有权利去处理福利 然后 跟委员报告 就是执掌事项 执掌事项规范完以后 再根据执掌事项去定他的这个 他的那个 执掌事项里面的作用法 对 那我问的就是作用法 现在目前公务人员 他的福利定在哪一个作用法上 现在目前只有这个执掌项目 在分别有考试 考试院的 全序部组织法里面 这个退辅施的部分 还有我们那个 人质行政总处里面的组织法 它里面有所谓的 福利事项的规范和执行 它是政策的规范和执行 所以事实上你们现在用的 就是说都是用行政命令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在发的 就是委员所讲的 就是委员所讲的大法官443614 行政程序法159条 还有我们刚刚解释的就是520条391号 解释这样 好那现在你就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管是依照全序部 或是依照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工人 这个保障 这个 这个什么 你们这个 保障 保障委员会 保训会 就是说全部都认为 没有一个法 足以去规范这个 所以才需要定力专法 那这就很奇怪了 就是说 这个慰问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刚刚一直到目前为止 没有刚刚几个委员已经咨询过了 一直没有定性 就是说这个联中慰问金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委员提出的版本 有把它认为 就是说 好行政院现在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人事长 您所提到的说 因为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 所以呢要去 就是您等于负责去执行 所以呢 就会把它 规定在 就是这个所谓两万元以下的 这个退休人员的 或是遗卷 或是作战演训 或因公成产上 死亡的军工叫人员 跟遗卷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 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些的 刚刚在讲嘛 它不是属于薪水的一部分 所以不是属于退休金 所以呢 它也不属于 这个所谓的保障法里面规范的 那我们的保障法 自己想要再请问的 辅序法是不是归我们的 是归你们全序部 也不属于辅序法的 因为如果说 因公商产的话 它是属于辅序的范围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因公商产的话 属于辅序的范围 辅序法里面已经有规定 那我要请教部长的 就是说 今天一个退休人员 他会不会因公商产 那我跟 跟游远报告 实际上在全序部 所主管的法规里面 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 公联退休法 退休的事项 一定在退休法里面 就明定 第二个 有关公务员的抚恤法 那有关公务的抚恤事项 第三个 有关公务员 加急给予办法 其他的有关公务的事项 都不是我们全序部 OK 所以就是说 对于公务员 所有的这些的 不管是退休 不管是加急给予 或是不管是 所谓的抚恤 其实在法规 在法律里面 都已经定得 非常的清楚 所以对于这些 所谓的 公务员既然退休 已经给有这些 退休的办法 所以这些退休办法里面 既然他是依照这些办法来 就不会有所谓的低收入 对不对 因为政府 对于这些的退休的公务人员 就是政府为什么要有退休法 就是要保障他退休 基本的生活保障 所以如果说有人退休之后 变成低收入户 那这就是我们退休法出问题 因为你的给予的 基本生活的保障出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所谓的年金 跟整个一个退福制度 是应该在那里面去规定 让每一个公务员 不管他是谁 他都应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而不会沦落到 所谓的中低收入户 这一点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说 对于那个所谓的 因为退休而造成中低收入户 根本没有这些的存在 这不应该定了所谓的 因为要去保障这些人 那如果说他因工商产的话 这时候已经有所谓的 抚恤法去规定了 已经给他一些的保障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也不会说 他退休以后 因为前面已经给他保障了 退休之后 还要再一次给他保障 我想法律上给他双重保障 这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吧 是不是我们部长 还是这是属于 人士的 就是说今天 他这个退休 他在任职期间 因工商产嘛 不可能退休之后 还有所谓的因工商产 跟我说 我如果以前面的 所谓的这个 低收入户的部分 来解释一下 那我请教 今天低收入户 今天他是公务员 他退休之后 他是低收入户 有没有收到我们社会辅助法的保障 社会救助法 社会救助法 有吧 对不对 应该有 那今天已经收到社会救助法的保障的话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给他双重保障 跟委员报告 我实际上去看了这个三户人家 我想你去看这三户人家 我可以举出更好几百户的人家 他只是因为不是退休的公务员 那凭什么在整个国家资源 在国家资源有限 在国家整个预算的时候 对于这些的比较你说可怜的人 因为他是退休的公务 公教人员 那对于其他不是公教人员的可怜的人 就不需要给他双重保障 说不过去吧 现在有些低收入他的照顾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真的照顾的更妥善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 对全民的中低收入户的照顾 应该整个去提升 而不是只是去读后 与这些退休的军公教人员的低收入户 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跟委员报告 但是目前的状况 公务人员他的状况 在早期很早的时候 那些公务人员所领的薪资 的确是情况 那这些的东西是应该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从退休法里面去保障 从这个 因为现在正在整个检讨所谓的退休 这个退补制度嘛 对不对 所以像是属于以前领的退休金 不符合的部分 那你怎么样在退休金的制度里面 去把它你再去补充 补充给予 或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够说 把整个国家的预算 去读后于这些 在他因公商产的时候 已经给了保障 再去双重保障 或是给 或是给予这些 就是说当时政府在这所有这些的工 这公职人员退休的时候 对退休金已经给他基本的生活的保障的人 再给他一些特殊的 优位的 然后没有法员根据的 所以今天呢 我解释一部分 现在我们讨论到有关退休制度 都认为退休制度 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其中公务人员在早期所领的薪资很低 这个就是其中一项 这个低 我们其实在算的时候 当时的低跟我们的劳工的低 其实他比劳工还是高的 我这样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我赞成这个优委员所讲的 这个必须有从这个退休法来 比较福底抽薪的进步 但是如果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些这个公务人员 他的确是生活状况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 由社会救助法去处理 社会救助法 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社会救助的范围 他的生活困骨 他属于中低收入 或是他有这些所谓的 紧急危难的情况 我们社会救助法本身 或是急难 这个特殊境遇的这些 全部都规范在里面 他并不会比其他一般的人 有特殊的情况 要受到双重的保障 我想这一点可以承认吧 公务人员联统慰问金 他是有兼顾两个性质 现在目前只是凸显他 那我请教你 联统慰问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的不太清楚 因为依照你们自己所定的这个命令 就是说一百年军工教人员 联统工作奖金及慰问金 发给注意事项 里面你的开中的名义的第一条是 为安定军工教人员生活 对不对 好你安定军工教人员生活 里面并不是刚刚所讲的说 对于这些可怜的人 重低收入 你是所有这些领高薪的人 全部都给钱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注意事项办法里面 你给的对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只是一个行政命令 那另外再来看 就是说你刚刚又讲说 不是安定生活是什么 是年终 是未免 那未免跟你自己所定的注意事项办法 也不一样啊 对不对 你所有这些高薪的人 全部他未免什么 他领的一般的劳工 对不对 比一般的这些人 就领其他不是公保的人 就是军工教的人员 他们的薪水都比人家高 我不晓得要未免他们什么 所以这里其实就像刚刚的吴宜珍委员所讲的 根本就是政府的这个小金库 行政院的小金库 然后呢可以给的红包的发放 那今天被提出来了 好 那今天呢担心人民的反弹 那这里到底有没有信赖保护利益的原则 那信赖保护的原则呢 一在道好刚会议的2525号的解释 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命令是违背上位法律的概念的时候 它本身是没有所谓信赖保护原则的 这个我说明一下 整个公务人员的年终未问金 它的历史由来 这个我想 这个刚刚都已经报告过了 不需要再讲 但是就是这个未免性质 就是从那个时候发展过来 我知道啊 但是我们会知道说 今天 从戒眼时起 那时候所有的法治根本就不是法治 所以今天我们在 已经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现在有民主没有法治 这个法治就是现在要去建立 所以当今天要建立 我们要去立法的时候 每一个都讲不出来说 它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那个年终未问金 不是没有法源啊 你的法源就是你的行政命令啊 其内命令就是根据 我刚才所说报告的520 你所谓的组织法 就是一个非常空洞的说 我授权给你这行政机关 你随时可以去发红包 每一年订定的是根据 我刚才所说的是 措施性法律的原法源来的 我想啊 那您讲的说 要让它更为有条文的部分 我们没有反对啊 好 这个部分呢 我希望你们去说 你们到目前为止 年终未问金 它到底是什么 你们自己的定性都讲不清楚 在讲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你如何法治化 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说 当你没有法治化的时候 你如何 你根据什么 去把整个国家200亿的预算 就这样把它花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即使是最支持 国民党的陈昌文教授 他自己都写了一篇文章 政党齐心为国 取消年终未问金 天堂不撤手 所以你取消了年终未问金 不会有人 因此就生活陷于困难 生活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这些生活陷于困难的人 我们自然就有社会救助金 可以与他保障 所以在这里事实上 根本就没有必要 发给这个年终未问金 或是呢 预计这个制定的一个必要 谢谢 订定专法 预计制定的必要 那个年终未问金 因为已经经过很多的讨论 我们前面该说明都说明 您今天所提的意见 我们会慎重考虑 我希望你们慎重的考虑 因为大家 大家这个在民粹下面呢 就说好 我们去订那个 可是当今天我们要立法的时候 大家非常诚实的说出 他根本没有法院议计 所有该保障的 都已经有法律保障在那里 他是突然冒出来 一个根本就是 政府的小金库跟小红包 跟一大红包 那这个部分是 人民的明知明高200亿 所以他必须要法 就是说他必须要法研根据 他从民国61年开始 然后我刚才特别说 61年还是在戒严时期 对 但是以后发展后 我们绝对是一个 从来都没有人去管他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 让这样的一个 不合理的现象 浮出到台面 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 所有连包括你们支持 国民党的陈昌文教授 律师 对不对 陈教授的文章 我有看 对 即使不发 这种慰问金 天堂也不会切手 陈教授的看法 是讨论合理不合理 但是对于法院依据 基本上他并没有 那个 我这边要 我这边 我们下转地的